颜色方面,我身上穿的是白,我身上穿的这个是白色 然后另外一个是跟白色很接近的,这个是champagne 这个比较,这个是champagne color 再来就是这个卡奇色,ok,卡奇 olive,ok,这个带黄的是olive 最深的颜色是黑色,一共有五个色 是apf92,价钱是149,ok 最小的码是extrasmol,最大是去到XL 我是穿着extrasmol,这一件我是穿着extrasmol 属于一个中高腰的西装裤,换裤脚,ok 它是属于直筒换裤脚的救队,ok 我是穿着extrasmol,如果你有没有白色绘扣吗 它的面料后都有在那边,可是一样啦 穿这样的浅色性,尤其是这个粉色白和champagne 都介意里面内在里,穿回裸色性就好了 这样子看是可以看到口袋,你们能接受在下单啊 因为毕竟说每个人接受后跟老的程度不一样 对主角来讲,我能接受的裸色是ok的 有些是完全接受不了的话,你就要跳过这些颜色 ok,我身上的白,隐藏拉链 隐藏拉链是在后面 前面它没有太多的那些小细节 基本上这个裤子啊,本身它的那个cutting已经是很好看了 它就前面做了这样子一个压线,ok 在前面然后后面一样是这样子压线 面料是非常好的面料,ok 这个厂家它用的面料都是很好的 也只有这个厂家它会选择用这一类型这样子的 对了,基本上你在外面搭牌子它才会看到这样子的面料 要是有那个垂直感,它的面料是非常有那个垂直感的就对了,ok 所以我身上的是白,怎么搭可以搭回刚才我们那个poli setting的这一个上衣 你这样子搭就非常有支撑了 对,可以这样子搭,我上把你一套这样子搭走,ok 就先那颜色就是白色,ok 来,我就看相片是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卡码,我建议你们要拿大不要拿小 除非你说,像我现在我就像在一个ECM,所以我穿会比较贴 我穿在L-Size,没有拉伸的空间 然后它每个Size跳个三线,对三线非常的少 所以我穿起来会比主播会高要一点点 毕竟说你的ECM会提高一点点 你看我穿这样子贴,可是我拉高了,它就还有一个一点点,就是说会有空间 可能说,毕竟是要拉一个3CM,可能有些过程 我最近正在减着肥,我想拿小可以吗? 是可以,就是说你穿起来会来得更加的高要 你看我穿正常,就是说中高,它就是属于没有空间,会一点贴 因为穿高的话,一个2CM是挤得到出来 所以说,这个款式,如果你们正在减着肥的,ok 卡码的话,你想拿小,是可以,只是说会比较高要 然后腰穿出去,它会比较贴身 因为毕竟你拉高了,穿高要吗? 那时候我的体重一直是remain的,对remain的一样的 我觉得你们拿大,不要拿小哈 毕竟就是说,面团外面是微弹,它是属于比较锁裤头的一个款式来头 ok,所以跟我的尺码,你的肌肉会比较高一点点 你拿L size可以,ok,我是穿在L,然后我的身高10,穿起来是Full L 需要身高分鞋,那鞋可能身高的15多的话 你可能就要拿去叫,才会给你改一改铺脚 所以我160穿的L size,趁了外面是不会拖地啊 就刚刚好,ok,我现在是穿的L 跟我的尺码下单的话,L size 我建议你们带走L size 来,我看到这个champagne color 所以两个是很接近的,champagne和白是比较接近的颜色 很soft很柔的champagne color 你想要这样浅色系,怕白色会透的话 那么我就建议你带走这个香槟色 它是浅浅的香槟色 它跟我这一件上一本色一样是搭得到 还是你刚才搭给我们sand color 像你这样子搭法都搭得到,ok 我身上的香槟色给我的话 因为我嫌白蓝照会不会拿带走这个香槟色 因为也只有这个厂家,这个painment厂家 它会做这类型的颜色 很少其他厂家会做白蓝色很高 风险很高 只有这个厂家会这样子比较高档的一些西装裤 然后它的款式很多,它都是披到去国外 所以说如果你是想找一些上班的西装裤 属于比较高品质,比较高档的这个款式比较错过 因为我们之前那个大概是一个7到8分长度的 那么这个跟之前比起,它效位是比较宽 库角,然后它是属于比较长 是比较霸气的一个裁剪 ok,拉链是厚中拉链 然后后面拉链留上往下 属于一个直筒宽,裤脚的西装裤 属于一个高腰的就对了,ok 来我去换黑色给你们看 我们五个色最显色的颜色是黑色,ok 所以你们这个裤子跟助理的尺码能接受位比较高一点点 选择L可以了,L是穿得到的 显瘦就不用多说了,一定是黑色啦 这个款,APF92,价钱是149,ok 这样子的款是149,你在外面是肯定啊 中大牌子的,肯定是买不到的,ok 只有这个厂家,它才会做这样子的面料 用这种比较高档的面料,ok Shampagne color,没有太多花俏的小细节 因为基本上这个裤子呢 它的版型裁剪都非常棒,ok 左右两色口袋是functional 显瘦黑色,ok 比较容易配搭也肯定是黑色 好,配搭黑白都是容易配搭 那你说,想要比较容易配搭 因为比较好照顾肯定会是黑色 黑色应该就是说,shorey的款式 裤子里面都会有的颜色 所以说,想要比较直场风 可是带一点女人味的话,可以搭上这个粉色的上衣 对的,粉搭黑,这件上衣 其实是跟这样子的裤子搭在一起 它给人家这种感觉,就是非常高档的感觉 然后又有一点女人味 因为它的这个面料,我身上穿黑色 这个款式我是穿在Extra Small 我穿Extra Small 然后我去换olive color给你们看先 所以说,这一期少得这样子 比较宽阔的西装布,不要错过 大家也说,我要找一些比较高品质 比较高档的,ok 市场上比较少找 看得到的,这个款式是必须带走 颜色方面呢,好吧 肯定是黑色,然后另外的四色色 可能是说白,这两个啊,maybe你们可以二选一 OK,这两个可以二选一 然后呢,这一个,olive跟卡 olive跟卡,它两个是比较精进的颜色 你们可以二选一这样子 因为这样子的西装布,可能市场上 一样,颜色方面会比较单调 黑色,白色,或者是说灰色这样子 如果说比较时尚,比较前卫的颜色 撇开黑色啦 就这四个色里面,可能你们就选择带走啊 对,代理加旧bonia色啊 四个色里面,你们就可以选择带走两个色 所以说这一期一早的宽裤脚的西装裤呢 这是啊,这一期唯一的一个款式 OK,唯一的一个款式啊 然后就是也好多期没有这样子的裁剪的裤子了 所以你的MDS54流了 记得啊,看这个的话不要Inbox下单啊 回来这里直播间下单啊 不要Inbox下单啊 来,如果你想比较冷色系的配搭啊 可以olive color或者是car 选一个啊 也只有这个厂家,它做的裤子啊 会有比较多颜色啊 就是它会很色啊 因为它厂家会是三个色 一个色,两个色,最多是三个色 这个的款式,直接五个色给你选啊 所以说真的,找着比较高档的西装裤 这个款式强烈推荐你们 直接带走最少两个色啊 我身上穿的是olive 它有点带黄 这样子的olive color 属于一个高腰的西装裤 长裤,富量的长度了啊 现在就你讲的,穿这样子的裤子 都建议你们啊,穿一点有味 一点跟的高跟鞋会比较好 左右两个口袋是方身的的 面料是非常高档的面料 就对了,OK 卡和olive 这两个是同一个色系 可能你就二选一 OK,我现在身上穿的是olive color 来,我去换卡其菜给你们看先 另外一个颜色就是卡其色 五个色啊,OK 西装酷水色 所以要找比较多颜色的,这个裤子就比较多选择 来自Premium厂家的,OK 跟着助理的尺寸下单啊 L3,L3,OK,助理是穿L 我身上穿了卡其,怎么搭其实是卡其 你搭回来,sand color的上衣,还是搭白 你要简单配搭的话,比较corporate的配搭,直接搭白色就好了 一共有五个色,怎么取舍颜色呢 Olive和卡选一个,Olive和卡选一个 大宗色经典颜色就有这个黑色 显色的话,也就只有这个黑色 想要比较显白的话,你可以考虑 either这个是香槟色,浅浅的香槟色 或者是白色,因为很多顾客很想要穿白色 可是怕白色很容易按赞,你可以考虑带走这个香槟色 五个色,APF92,价钱是P4球 Extra Small到XL,可是黑色是没有XL啊 其他的颜色就有,可是黑色的数量也是比较少 有些颜色就是一到两件啊 所以说,这个裤子如果你们找着的话 自己不要拿得到的话,直播下拿它 OK,没有的话我就换下一个款 下一个款是套装啊 这是面料的套装 裤子版的,所以这是裤子版 那是吧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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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2